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全国人民一点信心 就是我们不怕 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经过实践证明 这个病确实是可防可治的 我记得是在年三十的那天 突然通知 说是有一个这样一个任务 要到武汉去支援 因为我们是呼吸内科 本身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这种传染病 呼吸道疾病 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就去了 我们家里人的话 都是非常支持的 当时进去这个北三病区 我们进去之后 发现这个病都非常重 当时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我看到的 就是一眼望去 就是全是用呼吸机 用呼吸机辅助治疗的 这个呼吸机的报警 1月26号下午 上海医疗队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两个病区 包括一个普通病房和一个重症病房 郑永华和另外16名队员分配在重症病房 每天他需要仔细询问患者的症状和病情进展恢复情况 记录呼吸机的参数和心电监护仪的各项检测指标 与专家组教授分析病情 根据查方结果 优化和调整病人的治疗方案 我们最长的工作时间是连续工作12个小时 我记得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呢 武汉呢很冷 我们大家都穿衣服很多 那么进去以后呢 就穿的里边穿的衣服也很厚 进去转一圈出来以后 因为包的严严实实 出来以后全身都湿透了 为了避免感染 每接触一个病人 只要接触过他的比如说被子 他的仪器或者他的传单 只要是碰到过 我们出来以后一定要用酒精消毒 要把整个要洗手 只要你接触一个病人 你就要重新消一丝毒 就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重症病房的工作繁忙而紧张 患者的病情都十分危重 每天的生命体征和各项检测指标 如同过山车一样 忽高忽低 很不稳定 值班医生的心 也随着患者病情的变化 跌宕起伏 那么我们当时呢 就是有一个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呢 他的家属呢 他不在武汉 只能查完房以后 把他的病情告诉他的家属 但是有一天呢 我给他讲这个老先生 这病情呢 还是蛮重的 这可能就是说 这两天就有生命危险 那么当时他听到这一幕的时候呢 他当时就嚎啕大哭 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 就是年纪轻 主要是年纪太轻了 他就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能接近全力来救治 但是我们当时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呢 他父亲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呢 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的整个肺的功能 已经完全丧失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算我们用气管插管 用上ECMO 可能还是救不回来 虽然我们最后接近全力 但是病人还是没有留住 内心有很多的这个痛苦 我们也要去不断地总结经验 那么总结经验以后 为今后的病人 会给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 从大年三十紧急奔赴武汉到现在 一批批重症患者 在郑永华和队友的努力下 日渐康复 陆续出院 当有朋友问起 他何时能返回上海时 郑永华有感而发 改施一手 作为答复 病毒肆虐安武汉 孤城遥望金银潭 白衣战士 披银甲 不破病魔 终不还 我们想病魔无情 人有情 医护人员要发扬 就此扶张的这种大爱精神 要给武汉人民呢 要做一点实际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经过这次 新冠病毒肺炎 回去以后 我想的就是我们科室的发展 今后在这个传染病方面 要加强力量 就是我们的结构调整 学科要优化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 我想就是我们 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珍惜我们的家人 珍惜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想回去以后呢 尽可能就与大家都见个面 都见一见 就珍惜这份情意